最近有科学家说人类可能在一百代后灭绝 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在2019年的时候有这样一篇论文 显示现代人这个基因组当中 和哮喘 局限性肠炎 糖尿病和肥胖等疾病有关的部分显著增加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能感觉到 现在患有近视 过敏 糖尿病 肥胖症 痛风等疾病的人 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多 并且也越发的趋于年轻化 有科学家就认为 这就意味着这个人类的基因它正在走下坡路 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坏了 学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基因的衰败 他们认为随着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到来 现代人的生存环境比祖先们要友好的太多 再加上科技的发展 让许多致死的疾病也不再那么致命了 这就让自然选择在人类身上的作用开始紧弱了 本来那些携带有不好基因的人 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很早 他就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掉 大概率他们在繁殖子女之前 就会因为自己的一些基因缺陷 产生的疾病而早逝 这也就杜绝了他们这个不好的基因 在人类基因池中的传递 但是到了今天像很多类似于 携带异性糖尿病基因的这个人 他们都可以通过终身使用胰岛素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生儿育女 这也让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有害基因 可以继续的在人类基因池当中遗传下去 所以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就会担忧 我们现在看似发展医疗发展得很好 但实际从长远来看 可能是在人类自掘坟墓 因为科学家们对小鼠 蠕虫 以及其他许多动物进行实验后发现 在没有自然选择的情况下 实验室的动物的基因质量 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最后就会变得特别的弱不禁风 只要那个环境稍一变化 那么这个物种就会灭绝 根据生物学大佬 詹姆斯·克罗等一众学者的研究 他们认为人类身上这种有害基因的突变 已经导致人类繁育能力 在以每一代人1%到2%的速度开始下降了 那人类能不能再繁衍100代 在生物学上可能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就不要说再出现像现在这种社会大环境 大家都不愿意生育的情况了 那既然现在问题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人类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早在1957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位学者遇见了 这个人呢 就是英国的著名学者约翰·霍尔丹 他当时觉得 如果我们把这些基因有问题的人 都给他筛出来 不让他繁衍后代 那么过个几代人 这人类的基因池不就又变好了吗 于是呢 他就去一个养殖场 在一堆牛群当中 开始了他的实验 他就想搞明白 到底要繁殖多少头牛 然后淘汰掉多少只不合格的牛 才能保证 把那些拥有好的特质的牛给选出来 同时呢 又把那些不良的个体全部给淘汰掉 但在实际操作当中 霍尔丹很快就发现了一个 令他感到十分困惑不解的矛盾 那就是对于一群牛来说 由于这个牛的繁育周期比较长 这就导致一半的母牛都不能被淘汰 必须得让他们参与繁殖 不然的话 就会造成种群数量不够 导致没有办法延续后代的情况 但是如此一来呢 他就没有办法实现之前说好的 把基因不好的牛全部给挑选出来 不让他们参加繁育的这样一个设定 于是呢 他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此时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你既要从水池当中抽水 同时呢 你又要往水池当中注水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水给抽干呢 所以最终这个水池里的水 能不能被排出去 能不能被抽干 取决于你排水的速度和注水的速度哪个大 那要增加这个排水速度 目前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让牛疯狂的生 要生得多疯狂呢 反正当时霍尔丹是没有算明白 后来日本生物学家木村资深 说自己把这个给算明白了 他说要把这个东西算明白 首先你得知道 这个不好的基因 它具体的个数是多少 所以呢 他就以人类基因组这个具体情况来计算了一番 发现如果在保持种群数量的同时 还要把携带有害基因的个体 全部给淘汰的话 那每个人都要生 327万个孩子才行 也就是说 如果人类不是以这样的速率来生的话 那人类始终会走向 基因衰退的这样一条路 但是很明显啊 一个人不可能生那么多小孩 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人类终将会因为基因衰退而走向灭亡呢 这个时候呢 木村资深又跳出来说 那倒未必 他觉得大多数能被流传下来 遗传下来的这种基因 它的突变都属于一个中性的 那真正有害的基因呢 还是逃不过自然选择的 还是会很早就被淘汰掉的 那人类科技水平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它是把以前一些逃不过审核的这个有害基因 给它强行放到了中性基因的这样一个范围里面 就让它强行过剩了 所以人类科技进步的本质 实则是扩大了人类基因池的这个包容度 但这种情况呢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 还是会觉得很焦虑 因为人类基因池 这个不好的基因越来越多 很多人还是会觉得 人类基因的总体质量 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但这里面呢 还有一层被人们忽略的重点 就这个人类基因池里面的基因越来越多之后呢 它这个基因丰富度增加了之后 它也极有可能孕育出一些超级人类 比如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好的基因 它在一起多了 一定会导致一个不好的结果 然而有的人啊 他因为四个不太好的基因突变 导致了他们的心脏出现了四种问题 那这每一个问题单拎出来呢 都是大问题 都足以致命 但是当这四个问题 同时放在一个人身上出现的时候呢 却可以让这一个人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所以人类的这个基因池里面不好的基因累积多了 会不会导致一个不好的结果 这个呢 到目前来说 还是应该打个问号的 更何况我们认为的坏结果 站在人类进步的角度来看 那未必是个坏结果 也许造物主根本就不在乎我们 这个每个人过得好不好 它只在乎人类是否足够强大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